好 那么县议员哈尼卡造呢 4号宪政总质询当中 针对了原住民争取加工厂 以及部落小旅行 原住民族音乐人才的培育等等 希望县政府能够加以协助 增加农业的产能 来带动部落的观光产业 县议哈尼卡造 则是针对原住民小农争取加工厂 以及协助小农行销农特产品 希望能够做好协助的工作 另外针对原住民音乐人才 培育和部落观光小旅行 希望县府移民处能够加以协助 利润也三度通过了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农地 有出几家工厂 那我也希望我们县府 农业处这里 都可以尽量的来协助我们小农 让我们南区的小农 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利 还有要协助就是 在生产过程中 然后看加工厂 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产量 销售量 像保存啊 保存这个都可以延长 那个期限的 那哈尼就是希望 就针对我们农业处提出这样的质询 我们南区都非常需要 我们来自全台湾各地的朋友 那来部落想要旅行 或者深度旅游 那也建议我们县府光处 可以有具体的一个活动配套 这个配套 当然就先做个大礼包之类的 可以先送个温泉券啊 冬天要到了我们瑞穗温泉啊 玉安通温泉啊 都是希望可以变成我们游客的首选 当夜跟我们卫生局长也讨论过了 尤其是偏见和歧视这个议题 那我们原住民 虽然在部落饮酒 但是呢 也不能被这样子无名化 因为并不是只有原住民会喝酒 那没有喝酒的也被无名化 小酌的也被无名化 当然我也是建议 建议我们局长 以后张贴 这样子有标语性或者是说 饮酒公约不要有针对性 然后我也希望 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尊重 我们乐舞人才赔礼计划 在圆明初这边已经赔礼了几年了 那下来都只有这赔礼舞蹈人才 那音乐人才是非常欠缺的 那我也希望说 就这次的定期会 那来提出这样的咨询 我希望说政府应该更重视 我们音乐人才赔礼这个部分 那在10月21号 我也很开心 我们法力法力音乐节 可以移试到我们南区 瑞穗温泉区 和我们万荣红业温泉区 这个地方来办理 那这是开始 我希望以后会有相关的一些赔礼计划 哈尼卡罩表示 花莲原住民音乐人才可以说是相当多 人才也能够注入崭新新活力以及创新能量 或者在艺文特色 让自然艺术文化成为各界精进艺术的所在 呈现花莲各个族群多元的群貌 花莲有很好的原住民音乐家 展现原住民财气 原住民歌声的天赋 也创造出令人难以想象的风格以及特色 这些都是台湾的宝藏 而花莲也是台湾东部最吸引的地方 不仅当国人能够想来度假 也吸引更多国内的民众前来 记得请问花莲八道